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白萝卜营养好吃的做法 配上自己做的蒜泥辣椒酱 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太美味了 准备一个白萝卜削除外皮 外皮比较硬,影响口感 再把两头切去不要 然后再用擦汁器散成细丝 再搭配一个胡萝卜增加营养 胡萝卜也同样散成细丝 锅里的水开,倒入萝卜丝炒压水 去除萝卜的辛辣味 30秒钟左右捞出来 放到大碗里 把它扒开晾凉 晾着不烫熟的时候 抓起来几干里面的水分 放到菜板上 切的时候不用切得太碎 像这样切成小段就行 切好后放到大碗里 去葱月的地方多切些葱花 香菜切成碎丁 一块放入大碗里 调味加适量的食盐和五香肥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加一勺玉米面 一勺普通面粉 按一比一的比例 少量多次的加入 直到最后像这样的抓针团就可以了 抓一小把放到手里 两手来回的团成圆形 最后整理成窝的形状 全部做好后 一次地放入蒸锅里 水开上锅蒸12分钟 在中间来做个蒜泥酱 多放一些蒜倒成泥 把蒜泥放到碗里 加一勺葱花 一勺白芝麻 适量的食盐 鸡精 辣椒油可以多放一些 再放入生抽 香醋 喝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万能的蒜泥辣椒酱就做好了 现在窝也蒸好了 把它拿出来放凉 蒸好的窝窝 满满的清香味 沾上调好的蒜泥辣椒酱 天天吃都不够 营养有低卡 现在正吃萝卜的时候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